这个男人好惨 明明想自杀 却怎么都死不了 他刚吞下一大把安眠药 却发现水壶竟然空了 真是见鬼 他跑到卫生间 对着自来水把药吃下 结果好不容易起了药效 又被女馆的老板给摁了回来 吃药不行 那就跳江 随着又被路过的渔船给救了 结果又没死神 小水好郁闷 他从病床上坐起来 这家医院他再熟悉不过了 可旁边突然冒出一个油腻的大叔 还是把他吓了一拘泥 这间大叔手拉香烟 柔无其事的吞员土雾 丝滑不理会小帅鄙视的目光 这时护士怒气冲冲地走过来 尝试他手上的香烟 奇怪 怎么到了我手上 小帅一年茫然地看向旁边 这个大叔有点坏 坏到两名护士送小帅去检查 他竟然也一路跟着 小帅问护士为什么也要带上他 这下门得护士懵了 二话不说 直接把他送到了精神病科 医生听出他们收了一个既自杀 又精神分裂的病人 处处对小帅和颜悦色 生怕刺激到他 随之小帅突然站起来 他旋着声音 竟然在医生的柜子里 发现了一个正在痛哭不止的大神 大神开口就是道歉 仿佛受了极大的委屈 小帅质问医生 这个女人怎么回事 可医生一看 哪里有什么女人 这下根本不用检查了 他直接被确诊 年代的大叔和大神 一起送进了住院部 然而晚上 小帅出来放水 又让他看到了第三个怪人 一个神穿红衬衫的老头 正色眯眯地盯着美女护士 随时老人回过头 脑袋突然变大了几十倍 小帅似乎明白了什么 转身就要走 结果又看到了白天的两个怪人 他们面无表情 相当恐怖 吓得他连忙跑回病房 可刚一进房 他就看到三个阿飘 正在空中等着他 小帅顿时两眼一番 直接当场吓晕 然而第二天醒来 他又看到了第四个阿飘 一个不停笨蛋的小鬼 可活人还是看不到他们 这下小帅明白了 自杀虽然让他没死成 但自己却是真见鬼了 而且一次救死四个 然而当他出院后 四个阿飘还是一路跟着他 不管他走到哪里 这四个阿飘就跟到哪里 这是和他杠上了 这里的人 小帅立马找到一位大师求救 大师说 阿飘附身 大都是因为在阳间有了未了之事 如果帮他们实现了愿望 他们自然就会离开了 好好的一个大男人 走路竟然一瘸一拐 就连隔壁的大妈 看他都直咽口水 然而这也不怪他 谁让他偏偏惹上了四位阿飘 自动被附身后 不论小帅走到哪里 都得带着他们 不光如此阿飘们想干嘛 他就得干嘛 老鬼爱喝酒 他就必须一扎一扎的喝个烂醉 小鬼爱吃凝食 他就得用凝食塞满冰箱 沉沉沉沉沉的吃到吐 而烟鬼附身 他就要直接抽到废川 而一哭鬼附身 他就要不停的哭到精神虚脱 这样连续折腾个几天 小帅几乎每天上吐下去 昏昏沉沉 一年的生无可念 而那四个阿飘 竟然是无其事的看起了鬼片 小帅怒了 对这四个阿飘就是一顿臭骂 而结果却证明 如果阿飘生气了 最后受伤的还是自己 小帅想到了大师的话 如果帮阿飘完成心愿 或许就能早点摆脱他们了 于是他可怜巴巴的 玄为四位阿飘 他们的愿望是什么 鬼人老鬼一听 立马开口了 他的愿望是归还一个相机 于是小帅就带着老鬼 到处去找相机 结果却被告知 原来相机在一个老警察那里 个老警察根本不尿他 反而小帅因为妨碍公务 被关了起来 个老鬼毕竟是老鬼 他直接附身小帅威胁警察 如果不交出相机 就抖住他的成年老黑料 老警察果然被吓到 赶紧归还了那台相机 接着在老鬼的带领下 小帅来到了医院 成功把相机还给了老鬼的好友 然而就在与好友吃饭时 小帅遇到了让他一见钟情的护士小美 整个人瞬间看入了神 可他太自卑 不敢主动去认识 个老鬼脸皮厚 他就控制小帅去搭讪 这样老鬼的心愿算是完了 第二个就是小鬼了 而他的愿望更简单 看一部动漫电影 没想到在电影院 小帅又遇到了护士小美 他也带着一位身患绝症的男孩 来看电影 结果看完电影 被小鬼附身的小帅 当着护士的面 不仅尝了男孩的糖 而且吃个炸酱面 也拉里拉他 真是丢尽的颜面 第三个就是大叔的愿望了 他的心愿是要去停车场偷一辆车 可这么多豪车 他边边只挑了一辆普通的黄色出租车 大叔说我还有一个愿望 就是下海游泳 可小帅不会游泳 他拼了命拒绝 大叔哪里管 他一边笑着一边脱衣服 以防着小帅只能被迫照做 斜着就顾着寒舍冲进了海里 然而下海后 在大叔的带领下 小帅竟然慢慢学会游泳 这时第一次下海了他 发现原来印象中的大海 是这样的广阔和宁静 而另外三个阿彪 这时也出现在海滩上 静静地看着他们 傍晚他们一起开车回家 温馨地就像一家人 渐渐地小帅也感受到 自从遇到这四个阿彪后 生活好像慢慢有了希望 他不禁感慨 如果他们是人 那该多好 一次开车回家 大叔正常抽着烟 当时看到小帅也 摆着熟练的姿势 突然感到有些自责 于是就直接针掉了烟头 可偏偏被路过的交警看到 然后小帅就因为乱扔烟头 并且没有驾照 被直接送进了警局 警局让他联系家人来接他 可家里除了四个无聊的阿彪 哪里还有什么人 小帅突然想起 口袋里有那个护士的名片 就像碰碰怨气吧 随之护士小美真的来了 而且亲切的动作 直接看待了一旁的警察 原来神经病也会有春天 好了 最后轮到大神的愿望了 他的心愿 是给喜欢的人做一顿饭 可他又说不出喜欢的人是谁 小帅说那就给我做吧 大神立马点头同意 但他说还要叫上另一个人 就是小帅的女神护士小美 小帅带着大神去医院邀请他 同时也遇见了小美的父亲 但小美对他父亲的态度 却十分厌恶 这张小帅看得十分难受 他想劝说小美 结果小美反而生气了 他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这张脆弱的小帅大受打击 他又变得颓废起来 把家里的东西都捐了 就连阿飘们喜欢看的电视也没留 他们又开始担心起小帅 特别是爱哭的大神 又开始整天躲在衣柜里大哭 为了安慰大神 小帅就带着他去菜场买菜 结果一到菜场 大神又立马容光焕发 春光满面 他玩着小帅的胳膊 买了好多的菜 晚上 大神给大家做了满满一桌的菜 就在这时 门铃响起 原来是护士小美来了 这是一顿奇怪的饭局 明明只有两个人 却准备了满满一桌的菜 原来 饭桌上还有四个阿飘 但只有小帅能看见 看着一座人围在一起吃饭 小帅多么希望 如果每天都能这样 那该多幸福呀 只是他太笨 根本不会聊天 于是四个阿飘 就轮番附身和小美对话 为了让他对小帅产生好感 那小美还是发现了不对劲 他问小帅 你这么多面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 小帅想了想 终于说出了实话 听完之后 小美沉默了 他说自己在医院 每天都会看见死亡 不想再有一个 能看见鬼的男友 说完 他就走了 小帅好难过 他待在原地站了好久 这一次 他又没有了希望 他让四只阿飘 赶紧离开 不要再缠着他了 第二天醒来 家里果然空了 小帅忙人的 坐在空荡荡的屋里 突然又想到了自杀 而另一边 小美送走了 林终关怀是你 身患绝症的男孩 他又在默默的难过 这时阿飘传来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 他抬起头 居然是小帅 他换了身浅色的衣服 虽然人没变 但更开朗了 他邀请小美一起吃饭 他答应了 吃饭时 小帅说他已经 把讨厌的鬼都赶走了 刚刚他本来是打算自杀 但在最后一个 他想起了小美 突然有一种 想和他好好活一次的冲动 小美笑了 这一次他没有拒绝 两个人开始吃起的紫菜包饭 这时小美突然问道 一般紫菜包饭 你不是都会放菠菜吗 为什么你的是水晶菜呢 小帅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可话刚说完 他就嫩住了 儿时的记忆慢慢地清晰起来 那个在他睡觉时 喜欢看着他 买菜时 先和挽着他胳膊 要给喜欢的人 做饭的爱哭鬼 分明分明 就是他的妈妈 小帅离开医院 开始奋力地奔跑回家 这时 所有的记忆都如同潮水般 涌现在老海中 原来 那个爱看电影的小鬼 就是小帅的哥哥 他曾经答应小帅 要带他去看一场电影 那个爱抽烟的大叔 就是小帅的父亲 记得他第一次开回 那辆黄色的出租车 幸福地要带全家人一起去游玩 而那个色色的脑鬼 就是小帅的爷爷 他接了凝聚的相机 说要给全家人拍照 然而 命运仿佛总是爱开玩笑 在这海盆的路上 他们不幸发生了车祸 最后关头 是妈妈用尽全身力气 抱紧的小帅 才让他在失谷中 最后生还 人受到巨大的打击 是会失忆的 所以他一直没认出 守在他身边的几个灵魂 就是从未放弃过他的家人 小帅回到家 他哭着喊着要他们回来 可屋里已经空空荡荡 然而就在他快绝望的时候 一个小孩跑过 是哥哥回来了 然后是邪业 他问表白成功了吗 记得要用真心 去选住喜欢的人 记得是爸爸 他说赶紧戒烟吧 我还要教你开车呢 绝对不会让你再出事 最后是妈妈 看到妈妈 小帅哭得更幼稚了 妈妈让他好好活着 因为他们所有人 都会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即使照片没法留下印记 但不管过去还是未来 他们对他家人之间 那份最真实的爱 永远不会消失 在妈妈的拥抱下 小帅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 这一瞬间 他的心灵创伤 终于治愈了 故事的最后 小帅和小美成功结婚生子 他们的家庭 幸福又美满 还记得故事的开头 那瓶莫名其妙空掉的水壶吗 也许小帅永远不会知道 那是他的家人 趁他疯狂吞药时 拼了鬼命偷偷喝掉的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四眼 感谢观看